三件事情 第一個 12月18日要出門投票 第二個 四個危機 缺電漲價空污國安 第三個 三通電話 三通又三通 我們在過去兩次的公投連署 我們有一個戰術 叫做各時百千萬呼莫敵 就是你一個人 如果你衝上街頭 你了不起就是收100張連署書 可是如果你先找到 10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上街頭 那你們的貢獻 就可能會是1000張 甚至1萬張 因為他可能會有第二層 第三層的擴散的效率 所以這邊我要跟大家宣導一個觀念 就是大家不要以為說 平常看諸大或是看我 上廣播上政論 好像我們是網路的名人 電視的名人 但是各位 你去跟你的家人朋友講一句話 勝過我們在美光燈前講時場 為什麼 因為公投就是一個人與人之間 信任戀的科學戰爭 你認識你爸媽 你爸媽認識你 相信你 認同你 可是他不一定認識黃世秀 不一定認識朱學合 所以這邊我要拜託各位 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突破民進黨的媒體封鎖 我們唯一靠的道路就是 一傳十 十傳百 用最原始的口耳相傳 打電話也好 傳LINE也好 我最近在外面演講我都說 戰略就是三通又三通 不管你是小三通還是大三通 就是三通電話 而且你要對方也打三通電話 這個其實是罷免陳柏惟的實戰的經驗 最後那一段期間吹票 每個人打電話是最有用的 然後在我們公投連署期間 就是那個各十百千 不斷的擴散出去 這樣的幾何的力量 才有辦法去突破封鎖 那至於在宣傳的口號上來說呢 大家平常看朱大也好 還是看我們講也好 大家也聽了很多了 但重點是 這其實就是一場全國性的選舉 選舉在做文宣 我們那時候也當過政治的幕僚 我告訴你 什麼叫一個好的論述 一個好的論述就是 相口的歐巴桑 聽一次可以聽得懂 聽三次他可以背起來 去跟三姑六婆講 這才是一個好的一個論述 所以我幫大家整理了 你不用被蔡主席的四個堅持 你只要被世修幫你整理的四個危機 缺電 漲價 空污 國安 缺電 漲價 空污 國安 這四個你記下來 你要你的家人朋友記下來 你不用強迫他支持核四 你只要記得這四個問題 他自然知道怎麼投票 但是在最後一個月 有很多人不知道 12月18日要公投 所以我請拜託大家 去跟你的親孟好友講 或者你有空的話 你也可以到車站捷運站 去舉文宣 舉牌 都可以 三件事情 第一個 12月18日要出門投票 第二個 四個危機 缺電 漲價 空污 國安 第三個 三通電話 三通又三通 我們只要在最後這一個月 做到這三件事情 徹底的貫徹 我們可以贏得這場戰爭 這是一場科學跟民主的戰爭 我覺得應該再多補充一下 黃世修剛剛一開始講的就是 核四重啟其實是一個老欲能懂的議題 我覺得坦白講那些有立場 而且很明確的 而且是民進黨的始終分子 你不要浪費時間去跟他吵 我們不跟人 argue 坦白講那個是黃世修以前做的事情 現在剩一個月了 我們不做戰鬥 我們只做拉幫結派 讓我們把所有跟我們一樣立場 相信科學 相信科學終將獲勝 才跟我們打贏了BNT爭取戰爭 才跟我們打贏了1450的那群人 讓我們再把他召喚過來 讓我們再告訴大家說 再團結一次 再想辦法擠垮這些非科學的謠言獲眾 再來一次 因為我們愛台灣 所以我們不容讓他缺電 不容讓他變得不堪一擊 不容讓他被空污籠罩 不容讓這裡的人變成通膨的受害者 拿的電價跪上現在的好幾倍 我們不容許這樣 因為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 我們才是真正的希望這國家可長可久 我們現在的立場就是 我比你們這些塔綠班還要愛國 我要我的國家強盛 我要我的國家經濟起飛 我要我的國家不缺電 我要我的國家能夠持續的成為 全世界晶圓界的霸主 因為我們不允許你們這些非科學的 這些反制的 這些犧牲人民權利 只為爭取自己政治利益的人渣 我們不允許你們繼續猖狂 我們已經打了一仗又一仗 我們是為了國家長治久安 我們是為了未來不要讓台灣被歐盟科取碳稅 我們是為了讓台灣未來碳中和能夠成功 我們是為了這個國家 但你們不是 周遇寇不是 三立不是 民視不是 自由時報不是 你們是為了黨跟國家的甜美的權利果實 向黨低頭 但我們沒有要向黨低頭 我們相信的是科學 你們應報要能源 你們開攝影棚要電力 你們今天就算接了政府的標案 也要有電力可以把它推送出去 你今天為了你一時的快樂扭曲 這些不可變動的科學真理 我們要付出代價 但我們可以說不 我們不要 我們拒絕這件事情 請容我再說 不好意思 我拒絕 只要大家能夠團結夠多的人 跟這個政府說不 就算這一場我們贏的不夠漂亮 還有下一場 還有下下一場 還有下下下一場 我覺得講白了 就是只要我們繼續打下去 就有一天會議 我們不小心 我們也要提到 我們的工作人員